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每一家中国电商的背后都有资本的身影 融资已经成为中国电商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 2006年10月的一天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走来了一位年轻人 他叫刘强东 两年前 刘强东将自己的京东公司改为电商公司 专门在网上销售电脑 家用电器等产品 但京东快递发展的同时 刘强东却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 一位网友向他推荐了风险投资基金 于是 从没接触过风投的刘强东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来到香格里拉饭店 在这里 刘强东见到了今日资本集团的总裁徐欣 徐欣掌握着6亿美金的风投资金 而此时的京东只有员工50人 年销售额6000万人民币 但是徐欣与刘强东交谈后 立即决定向京东投资 就两件事情打动我 一个就是他的销售收入 一分钱广告不打 每个月成长10%以上 第二点就老刘这个人 觉得他挺诚信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哥们能投 这一次徐欣给了刘强东1000万美金 远远超过他期望的200万美金 拿到钱后 刘强东开始迅速扩张 京东从销售单一的电脑家电 迅速发展成一家包括服装 食品图书在内的综合性购物网站 此后刘强东大力引进人才 扩充销售品种 很快就花掉了徐欣给的1000万美金 2008年 刘强东决定建立自己的物流体系 这意味着需要再次融资 但是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蔓延到中国 危急关头徐欣再次出手 联合雄牛资本和亚洲著名投资人梁博涛 再次向京东投资2100万美金 使京东走出了困境 这也是金融风暴后 中国电商获得的第一笔资 资本的进入帮助京东的成长 京东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资金 2011年初 京东开始第三次融资 共获得了DSP 老虎基金等6家机构 和两位知名人士的15亿美元基金 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单笔金额最大的融资 一年后京东又进行地轮融资 自此京东共获得超过22亿美金的风险投资 2014年京东在纽约纳斯达克上市 刘强东再次募集到17.8亿美金 今天 京东拥有员工5万多人 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亿人民币 这家曾经的小公司 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市点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丰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